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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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戒定慧是世尊 教导一切众生的根本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基本的教义 此地注重在无碍 智慧与提性相应就无碍了 那么我们今天不但是做一切似有障碍 我们的智慧也有障碍 这种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之为 世知辩聪 世间的聪明智慧 为什么有障碍呢 没有离开意识 换句话说 凡夫之人 不仅仅是我们一生 生生生生生生世世 都是我意识的主宰 没有办法超越意识的范围 意识当然就有障碍 虽然《唯一识论》里面告诉我们 第六意识的功能很大 第六意识的功能很大 第六意识能源虚空发迹 能源实发迹 第六意识它能够攀运到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外面 它就没有能力远得到了 阿赖耶识的外面是自信 正如本性 换句话说 它远不到真如本性 换句话说 它没有办法明心见心 它有能力远实发迹 它没有能力远一真发迹 这就是说它有障碍 这种说法是对一个真正修行人来讲的 不是我们凡复的进行 我们凡复 其心动念 通通通有障碍 哪里能说没有障碍 可是佛告诉我 我们本来没有障碍 为什么现在有障碍 有几个人能够很冷静 细心去想想 如果这个问题 要不肯仔细地去观察 去思维 去思维 我们的障碍永远没有办法突破 你能够思维观察 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觉悟了 菩萨跟凡复不相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凡复实在是 促心拔意 认为所有的障碍 这是正常现象 哪个人没有障碍 处处成障 思维想象有障碍 言语有障碍 造作有障碍 好像这是理所当然 所有众生都生活在障碍之中 我怎么能例外 这种思维是凡复的思维法 佛菩萨就不如是 一定要找出障碍的因素 障碍的根源 然后把这个根拔掉 就恢复到无障碍的境界了 本经里面所讲的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无障碍的法界 是真实的 是正常的 怎样才能够 歧入这个境界 要智慧 智慧还要跟空性相应 你才能欺入啊 有智慧而不能与空性相应 依旧不能辱 哪些人 三界之内的 那就不必说了 我们讲三界之外的 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 天阎家所说的 藏教佛 通教佛 这都没有离开 舍法界 这些人有智慧 为什么有智慧 不能入无障碍的法界 无障碍的法界 也叫做不思议的法界 你看本经末后一品 在四十经里面 那个经题 是入不思议泄脱境界 泄脱就是没有障碍 不思议泄脱境界 就是无碍 经题里面 这十所如 不行行愿是能辱 不行行愿 愿愿多于空性相应 所以他能说 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 就是与空性相悖 这是金刚经上说的 无诸身心 无诸就是空性 我们今天有诸 我们今天说一个 硬无所诸 早就诸了 诸在哪里 诸在硬无所诸上 他就诸了吧 什么叫诸呢 分别着想 我们讲无诸身心 岂不是诸了无诸身心 就诸了想 这个就是与空性相悖 那么你当然有障碍 真正与无诸身心相应 那个心里头没有念头 那才是真的叫无诸 有一念就坏了 慧能大师说 本来无一无 他说的没错 我们就诸谈经 本来无一无 心里已经有了有了 有什么呢 有本来无一无 他们那个心里是真的本来无一无 我们今天念这句 心里有一个本来无一无 就有了吗 所以我们学薄弱 学了几十年 还是有障碍 那么由此可持 立项放下真难 这一桩事情 这个道理 的确是可以意会 不可言传 最怕的就是我们 接触之后 又其了分别之主 又其心动念了 这就坏了 不其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这是自信本具薄弱现实 决定与思无碍相应 只要其心动念 就落到意识上去了 那就是有障碍 这个一定要想的 要明了 第七尊 无碍胜利诸空神 前面这一尊菩萨 德号里面表现的 注重在般若 底下这一尊菩萨 底下这一尊菩萨 注重在德能 他的能力 胜利 甚至殊胜 哪些是殊胜能力 大乘法里面 菩萨行的纲领 六波罗米 光业是般若波罗米 胜利是前面五度 不识 不识 持戒 忍辱 精进 成定 达到无比的殊胜 怎么知道他达到无比殊胜 因为他无碍 不识 波罗米 也无碍 也无碍了 持戒 波罗米 也无碍了 忍辱 精进 禅定 通通都无碍了 这个无碍 就是与般若相应 不若与信德相应 这信是空极 与空极相应 所以他的不识持戒 忍辱 这个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滴滴滴滴滴 都与空心相应 实实在在讲 这是德大自在 这是真正的协同 这是真正固定 供佛无来的生活 就看我们自己会不会转变 一转变 就得大自在了 稍再说 我们读博如 读华也 要懂得怎样转变 那么现在人的讲法呢 怎样落实 在佛法里叫转变 如何落实 在自己生活上 所以这两尊菩萨合起来 就是六波罗米 可是他的精药之处 实在无碍 我们今天无论是在智慧 是在前五度 都有障碍 什么叫做布施波罗米 用布施这两个字 现在人很难理解 总以为布施 到这个佛教寺庙 布施一点钱财 这叫布施 其实 这种解释 错得太逆谱了 布施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佛物 就是佛物 佛物 无论是有代价 什么有代价 有代价的 有报酬的佛物 我们叫义工 义务的佛物 那就是布施 有代价 有代价的布施 得得佛报小 无代价的 义务的布施 得得佛报大 如果能与空性相应的 那个佛报就无量无边 不论有没有代价 佛报都是无量无边 能与空性相应 那是真正的菩萨 真正的菩萨性 修学布施波罗尼 就像普贤菩萨所说的 无有间断 无有疲业 行事处无碍胜利 不但布施的幸运 无尽无端 不施的幸运 同样也是无端无间 正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一样 过去 我记得曾经在休斯顿 讲演的时候 讲演完了之后 有一位同修提出一个问题 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家庭主夫怎样修菩萨性 怎样修菩萨道 他问得很好 这是一个例子 一个家庭主夫 从早到晚忙着家务事情 每一天都做一样的工作 时间做久了 就怨听诱人 牢骚满腹 如果学佛 通达大臣 他那个念头一转 他每一天做的那个工作 就是修六波罗米 他每一天做的那些事情 是菩萨道 是佛道 那他天天做的就快乐无比 跟普贤菩萨一样 不疲不疑了 那个念头就转过来了 工作没转过来 还是照常 念头转过来 那个古报就完全不相同 从早晨起来 就要打扫家里面的清洁环境 将这个家整理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让一家人过得很舒适 这是你对一家人 修布施布罗米 刚才的服务 为你一家人服务 用你的劳力 用你的智慧 就布施了 用劳力 是属于财布施 用你智慧 是属于法布施 用你的爱心 照顾家人 是属于无微布施 三种布施都有了 你对你家里头这些众生 你的工作 有程序 有条理 一点都不紊乱 这就是持战 这就是持戒布罗米 持戒就是受罚了 你很有耐心 做任何一种事情 都有耐心 这个耐心就是 忍辱布罗米 天天做这些事情 年年做这些事情 不疲 不厌的 忍辱布罗米 不但天天要做 还要求改进 希望家里人能够生活得更舒服 生活得更快乐 精进布罗米 你是个家庭主妇 自己有主意 有主宰 不为环境所动摇 不为外界所诱惑 成定布罗米 你能把一家人 看作你度化的对象 你是菩萨来度众生的吧 这几个众生 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 先度他了 知道家人 通通是法眷属 你看本来是感情上的眷属 这一变为法眷属 这不如波罗米 你有智慧了 你又清楚又明了 你的一变为法眷属 整齐了 你的一个家庭 所有家庭的榜样 所有家庭的母帆 你的亲戚朋友 你的邻居 没有不羡慕你 没有不赞叹你 发心来效法你 跟你学习 你看 你用这一个家 就度了很多的家了 家家得度 就社会得度了 国国社会得度 就国家得度了 世界得度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在家庭里面做祝福 洗洗衣服烧烧饭 这个洗洗衣服烧烧饭的功德 有净书空 别发净 为什么呢 洗衣服烧饭里头 居足六波罗 你们想想对不对 点点滴滴 不要看到事情小啊 菩萨事业 菩萨事业里头 没有大小啊 大与空性相应 小也与空性相应 没有大小啊 没有轻重啊 所以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你就气入不二反 波尔法门 波尔法门就是无障碍的法门 就是不思议的禁止 就是与空性相应 就是与空性相应 与空性相应 他在修菩萨道 他在做佛 做菩萨 一念你 那就是凡夫 一天到晚 孕萨恨自己没有佛报 家里头没用人 没有人的侧 自己还要下厨房 总是不甘心不情愿啊 那就是凡夫啊 那就是高六道轮回啊 你看看 不都是一个念头转变吗 那么由此可知 无论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 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那个念头啊 会不会转 念头与 古空神相应 你就是心菩萨道 你就是修六度 就是修十大愿望 念头转不过来 那就是轮回心 造轮回业 反而上的差别 跟诸位同修说 不是在四上的差别 是在念头上的差别 四上没有差别 在念头上有差别 那么现在一般人讲 在认知上不相同 所以这是说到五安胜利 这个利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能力 殊胜的能力 没有障碍了 反而是与空相应 这个空是自信真空 不是万空 这个万空 万空是什么都没有 空无 与这个相应不信 那个成就不了 所以要与自信真空相应 要与自信真空相应 要与自信真空相应 这个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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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发的意思非常清楚 非常明显 与自信真空相应 实在说 自然环境污染的太严重了 库修家才提出警告 如果我们环境的污染 如果我们环境的污染 五十年之后 五十年之后 这个地球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到那个时候 不但水有毒 不能饮用 空气也有毒 你不能呼吸了 库修家们预测的 他说的很有道理 可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事实不然 五十年之后的那些众生 他们抵抗力比我们强 他们可以活下去 我们活不下去 这个道理很明显 注意细细地想一想 你就懂得 你看我们一般生活在 现代化的都市里面 讲究卫生 卫生设备的条件非常好 在这个里面生活成了习惯 如果把你放到非洲 没有开花落后的地方 你到那里一天都难过 这还得了吗 可是他们那些人 现在生活得蛮好的呀 他们那些人到我们这生活 没有问题 我们过他的日子就过不惯了 他在那个地方 河里面 沟里面的水 拿起来他就赢啊 他有这个抵抗力 我们呢 焦身惯痒 抵抗力失掉了 他吃的都是无不需要消毒啊 他本身呢 有这个抗体 我们就不行 我们到那个环境 一定会生病 没有抵抗的能力 所以我们想象当中 五十年之后 这个世界纵然是 坐卧至极 那个生在那个时代的众生呢 他有适应的能力 我相信啊 这个地球上人类不会灭种啊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佛的发运还有九千年 那你说五十年之后啊 这个地球上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呢 所以科学家有他的看法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人还是能够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地球上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呢 但是 但是 月里污染呢 实在讲是重要的 最重要呢 心里的污染 精神的污染 思想的污染 间接的污染 这个东西严重啊 比我们的环境 比我们的生理 还要严重 这个世界 也有一些聪明人啊 意识到了 感到这种污染 非常严重 这些污染 从哪里来的呢 说实在的话 现在生下来的小孩 几个月就被污染了 他还不会说话 他已经被污染了 什么媒介他污染的呢 电视的 你看那个小孩 虽然不会说话 睁着眼睛 圆溜溜地看那个电视荧幕 那个电视里面 说一言的 杀到盈望 他虽然不会说话 他那个印象 已经落进去了 已经被污染了 这还得了啊 这在台湾三十年前 台湾政府提倡 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 搞这个复兴文化的运动 有一天 教育部有几个官员 访问方东伟先生 那一天 我正好也在访老师家 这些官员就陈述政府的意思 要复兴中国固有文化 请方老师提供一点建议 这个工作要怎样才能做好 那么他们提出问题 方先生听了之后 非常严肃 静默了至少有五分钟 方先生开始说 方法有 第一个 台湾电视台关闭 第二个 所有广播电台关闭 第三个 所有报纸杂志一律停刊 这些官员听到这个话了 要做不到啊 方先生说 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的文化 你要不把它们统统停开 飞除 要想复兴中国文化 不可能 很干脆地打出头 想真的有道理啊 我想这些官员到处去勤教这些学者专家 恐怕没有碰到方先生这种做法 这个是对于问题 真正有认识 就是慈离讲的 另一个五光明 这个是社会大众 思想间接心理精神 污染的根源 你要是想得清净心 应当把这个根拔掉啊 那么我们今天 要让这些东西统统停开 不可能 办不到 那怎么办呢 只有自己不看 不看电视 不听广播 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那么也许同学问 那你是个现代人 连现代这些四 你都不知道啊 这能算是现代人吗 对 不算是现代人 现代人好苦啊 做现代人有什么好处啊 做现代的佛菩萨了 天天天下太平 天天没事 没事就天下太平 你也看到报纸里 后了 死就多得不得了了 天下就不太平 天下打乱了 不看 不看天下太平 没事 没事 那么欢迎就欢迎 每一天呢 借出这些传播媒介 他们生活在乱世 他们生活在无浊卧世 我们远离之后啊 我们生活在太平时代 我们生活在清净时代啊 你看跟他们的生活 两个不同的世界 两个不同的世界 重叠在一起 没分开啊 这个心态啊 完全就不一样 一个是天天不断在被染污 一个是远离一切无然 它怎么会一样 这个是就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 应当懂得怎样修许 我们有一个入手之处啊 在这一部经里面 那这个狗的意思更深更广 因为它里面所讲的 尽私烦恼 尘杀烦恼 无名烦恼 我们现前充其量啊 只能够说远离 见识粗重的烦恼 见识烦恼里面 轻的威胁的 我们都不能够觉察 菩萨在此地 是要念极其威胁 无名烦恼 与自性完全相应了 所以这是法神大死 他不是普通人啊 那么又何宽 这些神众 确确实实都是祝福如来 化身而来的 真的是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们就实现什么神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真正会修行的人 我们眼前 所有一切的众生 我跟各位说过 真正是诸佛如来的实现 凡夫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我们这一生就决定得懂 是不是佛 是不是佛勉强教导我们这样修修呢 叫我们要这样子想法呢 如果是书 诸佛菩萨 善之时 强陪我们这样做 叫我们应当做如实观 这个话也讲得通 不是讲不通 也讲得通 是对俗修 换一句话说 这对六道众生讲的 同样是这句话 意思就切了 如果跟你说 这是真的 决定不是假的 那这个意思就生了 还是这么一句话 佛对谁说的 佛对四圣法界所说的 佛对法圣大四所说的 真真真万确一点都不讲 确确实实是诸佛如来实现 真如本尽末后 善才童子五十三残 实现的人 无心 他是佛菩萨 那么也许有人说 我看到这些人 一切众生 他都有心吗 你怎么说他无心呢 佛菩萨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些众生真的是无心 我们没有发现 没有看出来啊 我们看得太浅了 只看到表面了 表面他们是在引戏 引给我看的 我看了觉悟了 我为什么看到觉悟呢 我为什么看到明白呢 他在我面前实现的 真是诸佛如来加持的 我们世俗人常讲啊 贵魂复身啊 真有这个事情啊 那同样一个道理 佛菩萨也复身他 佛菩萨复在他身上 表演给我看 我觉悟了 等我觉悟了 佛菩萨就离开他了 那怎么不是真的 所以他一切表现 有心也是无心 有意也是无意 我们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也能做如是观啊 我们在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了 成佛哪里要那么长的时间呢 念佛王孙不退成佛 我说评位一定高 为什么 念念佛心得相应 自信里面的余满的沉浸心 对人对死对我一片真诚 对善人 对好人真诚 对我人 对欺骗我的人 对陷害我的人也是真诚 为什么呢 欺骗我的陷害我的是佛菩萨实现的 帮助我断烦恼啊 实现善的经济 帮助我离开 贪烦恼的经济 误入我的 毁谤我的 陷害我的 帮助我离开晨慧的经济 各位想想想看 岂不是在六根接触六成境界当中 都是在修六度 波罗密码 没有这些境界限前 你的六度万痕从哪里修起啊 这个大经到末后 教给我们修行一个总原则 列四练心 离是经历 四就是一切人事物 你要经历一切人事物里面去练心 练什么真心的 圣岛大师教给我们呢 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 就是这个道理 而后啊 你那个立构才立得干净啊 要知道啊 习怒 哀乐 哀悟 欺情都是成功 不仅说是一般人讲烦恼 念烦就烦恼 欢喜也是烦恼啊 只要动了心都叫烦恼 都叫做烦恼 都叫做烦恼 我然是烦恼 也置疑 re 和